今年来,转基因一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发关注。 对于这个新的出现的事物,人们褒贬不一,有人认为还是好的,应该接受。 有人认为转基因生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,转基因食品的食用者只是科学家手下的小白鼠,也有人认为转基因生物是极坏的,我们应该予以抵制。 在此,中科院院士表示,部分群中的疑虑,是凭空印象出来的,不具有现实依据。 不否定社会中存在部分因使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了不适症状的人群,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转基因食品的益处。 就好比,有人使海鲜维珍宝加羊,而有人一接触海洋便会出现过敏反应,严重症需要就医。 这能说明海鲜是一种有害的食物吗? 此外,科学家解释到,科学界研究转基因生物的目的,是从源头上从基因方面对生物进行改造,使它们能克服本身的局限,生长得更好。 例如,科学家转变农作物体内的部分系列,是为了提高其在抗虫害、抗虫烙等方面的能力。 鲜鲜不足,通过后天来物,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方式。 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的原因,或都是担心转基因生物内部的极限,在日后会乱坏的方向转变,给人体造成伤害。 事实上,基因本就是一个会不定时,不定向,以不定性发生突变的事物。 不管是在普遍生物身上,还是转基因生物上,又或者在人体内,每天过都会有基因进行突变。 纵如各方面的观点,科学家最终认为,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一见不一。 未来,我们会和他用食品标注的方法,来解决这一矛盾,在食品上注明是否为转基因食品,同时在转基因食品的说明上阐述使用的风险,并满足社会不同思维,不同层次全体的不同需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